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知名社交媒体公司Meta日前表示 该公司计划收购Risk5晶片初创公司Revose已增强其内部半导体业务 Revose正在开发自己的绘图处理单元GPU 它是支援大多数AI相关工作的晶片 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初创公司 由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Lipbo 1910投资 专注于设计基于Risk5架构的晶片 Risk5架构是ARM、英特尔和AMD架构的开源替代方案 Meta工程副总裁E-Jung Song在LinkedIn上表示 Revose拥有构建全站AI系统的专业知识 它表示 Meta的目标是拓展其客制化内部晶片加速器系列 Meta训练和推理加速器MTIA的研发工作 消息人士早些时候表示 这家晶片初创公司即将获得西一轮融资 估值约为20亿美元 据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Meta一直是Revose最大的客户之一 并且一直在与这家初创公司洽谈交易事宜 Meta发言人表示 他们的客制化晶片工作进展迅速 这将进一步加快他们的进度 今年3月报道称 Meta正在测试其首款用于训练AI系统的内部晶片 该公司正寻求削减与先进AI工具支出相关的基础设施成本 Meta一直在大力投资挥达备受追捧的AI晶片 祖克伯已将AI作为公司的首要任务 大力投入人才和AI基础设施建设 已跟上OpenAI和Alphabet旗下 Google等竞争对手的步伐 该公司承诺 今年将投入高达72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其中包括与AI相关的基础设施成本 并于最近筹集290亿美元的融资 用于在路易斯安那州开发一个大型资料中心 今年早些时候 Meta曾考虑收购韩国AI晶片初创公司Furiosa AI 以增强其内部开发用于训练AI系统的晶片的能力 但据3月份报道 Furiosa AI拒绝了Meta的8亿美元收购邀约 而是选择将Furiosa AI发展为一家独立公司 而关于Revose的一个差距是 2022年 苹果起诉Revose 指控其知识40名前 苹果工程师窃取苹果SoC团队的数GB内部机密 2024年 Revose反诉苹果 指控苹果试图抢破其员工不离开苹果 转投新公司 之后 两家公司达成和解 与此同时 辉达股价也创下新高 上涨近3% 市值突破4.5兆美元 该股今年迄今已上涨约39% 并持续吸引投资者关注 随着辉达加快交易步伐 巩固其在人工智慧 AI热潮中的中心地位 其股价也持续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OpenAI近期表示 辉达将入股这家AI初创公司价值高达1000亿美元 并将建设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资料中心 这些资料中心将配备辉达的GPU OpenAI随后宣布与甲骨文合作 共建5个大型新资料中心 预计将配备数十万个GPU 两家公司表示 整个星际智门专案将耗资5000亿美元 辉达执行长黄仁迅表示 辉达的产品 约占新建AI资料中心支出的70% 花旗分析师将辉达的目标价 从200美元上调至210美元 理由是OpenAI发出公告后 该公司对AI基础设施支出的预测有所增加 花旗分析师Atif Malik在报告中写道 他们认为OpenAI向辉达寻求帮助 是因为辉达拥有一款非常引人注目的产品 而且用户数量和每用户运算能力都在增长 OpenAI并非孤立 Meta Google和其他公司也在大幅增加AI基础设施支出 辉达作为大股东的云服提供商Covic表示 以达成协议将向Meta提供价值142亿美元的AI基础设施服务 今年迄今为止 辉达的股价表现又与所有大型股同行 除了晶片制造商博通 后者上涨约40% 同样受到OpenAI合作的提振 在此背景之下 美国政府积极想提高其本土晶片产能 目前包括英特尔与台积电 在该国的最先进制程生产据点 都落脚于亚利桑那州 随着英特尔自认为 等效业界1.8nm的最新Intel 18a制程 在亚利桑那新厂生产 预计2025底前开始供货 将持续成为该公司在当地具备 最先进半导体制程的晶圆厂 英特尔与台积电 在亚利桑那凤凰城大都会区的晶圆厂区 位置分处一南一北 双雄集结 让当地成为美国半导体制造重镇 英特尔在当地设厂投资 已迈入第46年 本来就是其在美国的晶片制造据点之一 近期 该公司亚利桑那新厂F52将激活 采用Intel 18a制程生产 让此处持续成为其最先进制程生产所在地 值得注意的是 英特尔ITT活动 Intel Tech Tour已是第四届举办 今年首度遗失亚利桑那 已于9月底登场 由于正值该公司亚利桑那新厂的 英特尔18a制程逐步到位之际 被解读为脱具象征性意义 外界很难将英特尔与台积电的各代制程技术 直接进行比较 不过依据英特尔官网资料 相较于自认等效业界三奈米的 Intel 3制程 其Intel 18a制程 每瓦效能提升15% 晶片密度提升30% 根据英特尔的计划 首款采用其Intel 18a制程生产的产品为 AIPC处理器Panther Lake 预计今年底前开始供货 目前Intel 18a制程正如期进行 并将运用在该公司未来三代的处理器产品上 英特尔Intel 18a制程采用 Ribbon FET环绕式炸集GAA电晶体架构 以改善密度与效能 并首度导入PowerWire背部供电技术 将粗间距金属层与突点 移至晶片背面 这意味着Panther Lake将成为首科利用PowerWire背部供电技术的产品 同时 英特尔另一款也会采用Intel 18a制程生产的产品 作为四伏器处理器Clearwater Forest 规划于2026年上半年推出 且将首度导入英特尔新一代 Fovoros Direct 3D先进封装技术 在台积电方面 其亚利桑纳州一厂已于2024年第四季采用4nm制程技术量产 该公司先前提到 二厂已完成建设 预计将采用3nm制程技术 正努力加速量产进度数个季度 至于三厂已已开始动工 规划将采用2nm和A16制程1.6nm工艺技术 并将考虑加快生产进度 另外并有4到6厂的规划 作为对于英特尔市出量产Intel 18a制程的强有力回击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